又到了辭旧迎新的时刻 然而2019年的最后一天 对于国安球迷来说 似乎有一些伤感 2019年12月31号 北京国安与杨志的合约正式到期 昨天下午 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 通过官方微博发布 杨志告别国安 418次登场 173场临风 一个连赛冠军 一个足鞋杯冠军 想对你说声感谢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因为我们已经是 不分彼此的家人 相逢之时 你是偏偏少年 离别时分 你已成为传奇 当你无需在守护绿色的荣耀 你已成为荣耀 离别只是暂时的 相聚是永远的主题 家人会一直等你归来 我夜空中最亮的心 2004年深圳科建队结赞 十年22岁的杨志 以80万元身价 加盟北京国安 或许那会儿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未来十几年时间里 他会把自己的职业生涯 最好的时光 都奉献给了北京这座城市 国安这支球队 和会流泪的眼睛 效力国安十四载光阴 杨志见证了球队的心衰起伏 尽管教练换了一个又一个 队员也走了一波又一波 但在御林军的门前 似乎站着的 总是那个让大家放心的杨志 从初出茅庐的矛头小伙 成长为国安的主力门将 杨志也用自己的高光表现 征服了球迷 让圣杨志的名字响彻功体 现在是现在 杨志 看上去是一个必进之球 杨志在门线上 用神体的反应 把球扑了出去 这绝对是一个神级的扑救 杨志在张文昭面前 完成了过人 杨志非常坏 早有预谋 对 你好像都没看那个 好 杨志 过掉了空卡了 把球扑到进去里 自己把球抱住 好球 杨志 杨志突出了达瑞的点球 101分钟 最后一点固球 心跳达到101了吗 抱住了杨志 杨志 杨志 黎拉斯克的点球被杨志 现在晚上打门 怎么全空了呢 完全整条防线 在刚刚的这一套防守当中 是出现了太多的失误 完全被广州恒大打穿 唯独杨志 唯独杨志一夫当关 然而伤病却给了杨志 致命遗迹 让他不得不暂别那个 让他深爱的战场 而那种伤痛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我不是一个特别那个 特别 特别 就 管拿联赛冠军跟球写杯冠军 因为我不是那种人 但我觉得我那么多年 在北京 确实特别想得到一个 就这位冠军 他们都做到了 所有了 所有非常开心 谢谢他们 离别总是伤感的 不过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新年一时 即将迎来37岁生日的杨志 也将开始一段新的征程 无论他的下一站是哪里 相信四九城的国安球迷 都不会忘记 他曾经带给这座城市 这支球队的快乐 新疆离别 祝杨志未来一切都好